今天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广东南篮的最新状况 相信感兴趣的球迷们都知道 广东南篮在上一赛季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重创 对于他们的信心是一个重大的抨击 在他们提前结束了所有赛事后 球迷们在网络上疯狂地传让杜峰主教练下课的声音 认为他不适合当广东南篮的主教练一职 应是另外一位新的主教练来当 这也让杜峰主教练感到了最大的压力 如果杜峰主教练想让众人都对广东南篮有回心转意的想法 必须好好地利用本次的休赛期 对广东南篮球队完成阵容上的升级 对球队封限进行补强 只有从根本解决问题 才能够让广东南篮变得强大 广东南篮在诸方宇总经理不懈努力下 成功运作了一笔签约 外界声称他是周鹏的接班人 对于广东南篮球队来说简直是如虎添翼 再伴随着新球员的到来 让杜峰主教练重建属于自己的CBA王朝继日可待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广东南篮在上一赛季球队可谓是经历了大换血 在周鹏这位老将离开后 广东南篮的道路变得异常的艰难 纵观广东南篮球队的位置 目前三号位置是广东南篮球队最棘手的 因至今都没有找到可以替代的球员 不禁让朱芳宇总经理和杜峰主教练感到了一些危机意识 在所有人认为广东南篮在下一赛季 不可能实现卷土重来时 一则消息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重新点燃了他们内心的渴望 最新消息的显示之前离开广东南篮的彭世俊 他竟然意外地惊喜 现身在广东南篮的训练场地 意味着他将会代表广东南篮球队参加CBA联赛 他的到来彻底地解决了广东南篮三号位置 足以证明朱芳宇总经理是有足够的魄力 相信在他的助力下 杜峰主教练是有能力开启 属于广东南篮的一个新的时代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